再说一遍 中国人所有事情就是说话最难 尤其现在人很喜欢说沟通 这是对你很不利的 不要试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上班就跟你老板讲说 老板我们来沟通沟通好不好 你看他脸色好才怪 我跟你沟通 你算什么我跟你沟通 一个会说话的人 老板 我有一件事情请示你 绝对不能说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凭什么给我讲 因为中国是有伦理的 我们绝不是说 人与人平等的社会 没有这一朝 你看西方人可以直接叫老板名字 老板也不觉得怎么样 中国人你试试看 你叫老板名字试试看 他心里想轮到你叫我名字 我怎么那么倒霉 这个不是关架子 这是对他一种尊重 你看当干部的跟老板走在一起的时候 永远要保持后半步 否则的话他心里头会越来越不高兴 他不用这种事情发作 他不会 但是将来会一有导印献出来 这个里面就是一条罪状 那你倒霉 那你倒霉 你一定倒霉 我们说 我跟你商量 他就不高兴 我向你请示 我向你报告 他很开心 但是老板对干部就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的话 干部会受不了 我给你报告一件事情好不好 他说老板你要我辞职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我辞职嘛 你给我报告呢 我想这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 很难改变 因为这已经变成我们文化的基因的一种